假如x平方减1是f of x的音式 ab是实数,我们要来求ab的值 我们的除式现在是一个二次的除式 x平方减1 这个除式可以是被除式的音式的话 我们可以把除式再拆开变成两个一次音式 所以x平方减1 我们把它拆开变成一次音式的话 就是x加1乘x减1 所以f of x有这两个一次音式 好,那我们就可以怎么做呢 另第一个音式就是第一个除式为0 所以x加1等于0的时候x带负1 好,所以f of负1带进去 负1的三次方是负1再乘以2 所以是负2 再来这边负1的平方是正1 再乘上前面,所以是减a 再来加bx,所以是减b加2 因为它是音式,所以必须要等于0 好,那我们把式子整理起来的话呢 就是a加b等于0 好,那第二个音式呢 x减1等于0,所以x带正1 好,f of e带进去 2减a加b加2等于0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负a加b呢 会等于多少? 会等于负4 好,这是第一式,这是第二式 我们把第一式减掉第二式 好,所以可以得到2a等于4 所以a的部分呢,就等于2 带入第一式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b呢 会等于负2 1 2 1 2 1 感谢观看